上海从来不用动员 每一次去北京都他妈想干啥 你必须让他向你低头 我一定要在你的主场赢球 才在你的头上赢球 这场比赛从上到下 你食堂大妈你都知道 这场是踢上海生活 对吧 其实这就是金库德比 这就是中国德比 我觉得最牛逼的中国德比 不一定非得是实力的 最牛逼的两支球队 可能是最有底蕴的两支球队 好歹这得是一个几十年的俱乐部的 北京国安和上海生活这两支球队 都是历史非常优秀的两支球队 历史的渊源太多了 从97年开始 各种恩怨倾求导致了20多年的发展 叭三叭三踢甲球队叭三 对吗 你就有这个污点我记你一辈子 金吧 算是他们比较知名的一个文化的标签 北京人觉得上海人事儿臭讲究 但是他们觉得我们头老妈了什么都不懂 我爸经常说 不就是靠着首都的光环吗 比如说这是首都 所有人带着慕名的恨 跟两岁的成绩是没有关系的 上海是一个金融中心 北京是一个政治中心的这两层城市之间的关系 它是两种文化的冲突 一个北京的他们当地的土著文化 和上海的一个海派文化的一个冲突 可以说生花球迷的文化是带着引领了中国的球迷文化 你如果说要是现在以一个球迷文化来说 上海生花我不觉得他们已经落后 球迷最起码五年了 这只是他们单单自己这么觉得 北方人来讲 就是我只有什么我就是要去表达着 怎么表达呢 用我最激进的态度 用我去最直接的呐喊去表达 就是不管你用主位声 还是说用骂人的声势 我觉得这都无所谓的 只要说我给球队带来了一些贡献 我对于让上海这座城市的人羞愧难当 我觉得这是我来到上海最高兴的一点 骂人是一种数字的体现 他们数字太差了 可能换到南方 比如说上海换到这边来讲的话 就是我可以全场去唱歌 我可以全场去鼓掌 全场战力 但是其他更多的一些更激进的东西 我可能要差点意思 我跟你要打起来了 那我就真动手了 那上海人跟上海人打架 可能就是我跟你骂着骂着骂着 然后在这红绿灯 你已经过马路了 我还跟你骂着 然后骂着骂着 咱俩互相看不见了就不骂了 说刚才就刚才那是他们法律意识淡薄 你知道吗 不是因为我们说 是因为我们可能会想到打架之后的一些问题 其实躲避吧 不管得比还是足球来说 他最重要就是比分 像北京球迷挑战生花球迷的话 一般就很经典的那就是9比1 这是他们一个最痛的地方 9比1是一个历史 的确是输的 那是怎么样 也不是一个三分而已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 客场在红口踢那个生花是3比0 当时国安有一球员叫陈始招 他现在复利 然后他当时进了第二球之后 他干了一遍中国足球史上最牛逼的一件事 就是脱裤子来轻松 脱到内裤有一淡定 我觉得那个直接炸了 我觉得当时太牛逼了 他说出了北京的心声 那天国安2比1 绝杀生花毛建青粉隔一击那天 那个给我的感觉就是说 毛建青从一个上海球员 上海生花成名的 然后到最后89分钟 一个绝杀 然后把生花给棒了 脱掉衣服了 出纹身 什么意思 证明我可以 我进球了 我代表北京 踢住了上海一个球 毛建青今年回生花的时候 发布会有一句话 他前两年做错了很多事情 最深的一场吧 我记得就是今年了 我就太窝火了一场球 是就今年 在2比1的时候 韦世豪一脚惊天乌龙 帮助生花绝评 加油韦世豪 这样的球员多来一点 我跟你说 国安最喜欢就是韦世豪 这样的球员的 从小就是生花球员 欢迎他加入生花 我们这次肯定得拿回来 最好再踢一个9比1 9比0更好 上海生花先进球 然后国安再进持了 90分钟打身1比1 最后1分钟绝杀 就是让他那种 从天上掉落到地1的感觉 我们的地盘吃龙盘吃虎的窝 该讲你讲义 再见 再见 再见